对于娱乐圈的女星来说 如果有嫁入豪门的机会 相信女星们都是不会拒绝的 只是嫁入豪门的门槛太高了 所以很多圈内的女星都是没有机会的 然而却有这么一位女星 她并没有嫁入豪门的心思 可却在豪门婆婆的撮合下 顺利嫁入到豪门中去 一时间献杀了无数女生 而这位女星就是郭碧婷 很多网友都是从一打广告中认识郭碧婷的 在广告中郭碧婷清纯秀丽的模样 可是让观众们过眼难忘的 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郭碧婷可是从小美到大的一位美人 在高中时期 郭碧婷就因为长相太过漂亮的原因 让她成了学校的风云人物 被众多的男同学所蜂拥追逐 在那些年 她收到的情书更是不计其数 也正是追求郭碧婷的男生们太多了 所以郭碧婷的朋友们还建了一个登记簿 让那些想要见郭碧婷的男生排队登记 在登记过后才能送零食和礼物给郭碧婷 从这也能看出 年轻时的郭碧婷有多引人瞩目 也正是因为郭碧婷的长相太美了 所以在毕业后 她也顺时进入到娱乐圈发展 刚开始的郭碧婷是在歌曲的MV中当女主角 在那些年 她和很多华语顶流歌手都合作过 之后的郭碧婷也开始街拍广告 以及开始出演影视剧 这也让她开始在台湾打开知名度 等到2008年时由郭碧婷主演的一打广告在播出后 才让郭碧婷快速火到内地 而她也趁机来到内地发展 在短短时间内 就在内地娱乐圈火了起来 郭碧婷在火起来后 圈内的各种资源也是接踵而来 不管是电影电视剧 还是综艺节目代言活动 都是疯狂地向她涌来 而郭碧婷也在最美的时光之档亲子类综艺节目中 邂逅了她人生的另一半 她就是香港豪门向华长和向泰陈兰的儿子向左 郭碧婷和向左之所以会走到一起 向泰的功劳是最大的 因为在节目中 向泰就毫不顾忌地表达自己对于郭碧婷的欣赏和喜欢 在很多时候 都是以看儿媳妇的眼神看郭碧婷的 所以在节目中 向泰就不断地给郭碧婷和儿子创造机会 让两人互相了解 记得当时节目在播出时 很多观众都以为这只是剧本而已 怎料向泰却是来真的 在节目收官后 郭碧婷和向左真的传来了恋爱的消息 并在不久后 就在意大利举行了浪漫的婚礼 这也标志着郭碧婷成功 嫁入了无数女人都梦寐以求的豪门中去 那个郭碧婷蛮漂亮的 她去拿照片去 这是行动派你知道吗 漂亮啊 四边自己学那个美国语 哦 混血 不错啊 我肯定了郭碧婷 没有啊 郭碧婷和向左在结婚后 也是生下了一双儿女 虽说两人在婚后受到过很多质疑 可两人如今依旧是非常幸福恩爱的 特别是有向泰这个美人婆婆在 郭碧婷在向家的地位也是不会低的 而郭碧婷在嫁入向家后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郭碧婷的打扮风格越来越像向泰了 从郭碧婷前段时间出席活动的造型中 就能看出无论是气质还是穿着 或者是发型 郭碧婷都是朝着向泰的方向发展的 特别是连长相都有几分相像了 网友们看到后也都不禁调侃 在嫁入豪门后 郭碧婷是越来越像泰化了 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 我谈过七段感 七段 效果真的蛮实证 我觉得印象深刻是有一段 我曾经在一起五年多的一个女朋友 深刻的是因为 共同事要还蛮多的 然后分手的原因是 他会很想 你让我要一个小孩 郭碧婷表情已经开始复杂了 我觉得